哈喽,大家好,我是雅蒂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次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蒂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蒂聊星座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3月15号到3月21号的一周星座运势哦 请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接下来这周当中 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带牡羊座的朋友们哦 在直上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这周是相对比较辛苦的一周哦 周三好,周四这两天呢 牡羊座的你哦 有贵人相助 口才呢也是相当的好 工作表现很棒哦 但是在周一,周二,周五,周六 还有周日这几天呢 可是是非是比较多一点的 也要当心小人带来的一些问题哦 在今天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我们要做的你在这一周呢 财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在周一,周二,周五,周六 周日这几天呢 财运都很棒 也容易有意外之财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健康运在这一周是中等的哦 那我们要做的你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脚部的健康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这一周呢 交通运是中上的一周 不太会有什么问题发生 在桃花运的部分上 周一到周六 桃花运都是比较淡薄一点的 不太容易认识什么新朋友 但是在周日这一天呢 是桃花运很棒的一天哦 要好好的把握 在这一天还蛮容易认识到好对象的哦 在前后的婚姻相处上面 在这一周里头呢 你是比较忙碌的哦 比较没有什么时间经营感情 所以感情的温度是会一直下降的啦 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你在下班之后 和另外一半呢 还是要碰个面约个会哦 维持一下感情的温度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带 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在这一周里面呢 周一是这一周工作运最好的一天哦 表现也是最棒的一天 周二呢会遇到比较多的问题 工作上是比较累的 那其他几天呢 在工作上呢是风平浪静的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在这一周是升高厚低的哦 周一和周二是财运相当良好的日子 投资方面呢还蛮容易有好获利的哦 那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呢 是属于财务压力比较大的三天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呢 这一周是健康运比较低迷的一周哦 周二周五周六周日这几天 健康运都比较差一点 只要容易受伤流血和烫伤哦 要特别小心安全哦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周一周二这两天交通运是比较差的哦 比较容易会有违规或闯红灯的情况发生 桃花运的部分上好桃花呢 都集中在前半周哦 周一到周四是比较容易认识到好对象的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呢 烂桃花比较多 要小心过滤排除哦 在情还有婚姻相处上 在这一周里面 你的另外一半是比较容易闹脾气的 情绪起伏比较多一点 特别是周三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呢 这几天你的另外一半比较容易臭脸哦 特别需要你的陪伴跟安抚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这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水瓶座的朋友们在这一周 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哦 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是相当顺利的 周一呢 是这一周当中呢 工作运最棒 表现最好的一天 在金钱好财运的部分上 周一到周四呢 财运都相当的良好哦 有开店的话 声音是相当神龙的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呢 财运是比较不好的哦 容易乱花钱 要记得精打细算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这一周大致都是属于 还蛮有元气体力还不错的一周哦 周三还有周四这两天呢 健康运是比较差一点的 比较容易会有喉咙痛啊 或者是有肩颈疼痛的情况发生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周当中 要特别注意的是 周一还有周二这两天哦 这两天交通运是比较不好的 那容易遇到比较糟糕的路况 在桃花运的部分上 好桃花运都集中在周一周二这两天哦 容易认识到条件还不错的好对象 但是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呢 比较容易遇到满口谎话的丹桃花 要小心不要被骗了哦 爱情还有婚姻相处上 这周是床头吵床为合的一周哦 偶尔会有小痘嘴 但是很快就能够和好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在 天平座的朋友们 在这下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周三周四这两天呢 表现是相当良好的两天哦 也会受到主管的肯定 周五周六还有周日这三天 是工作运比较不好和同事之间的沟通不良 比较容易整风相对的几天哦 今天财运的部分上呢 这一整周基本上周一周二 周五周六周日呢 财运都很棒 特别是在投资运上是很良好的哦 那要比较小心一点的是呢 周三周四这两天呢 财运是比较低迷的哦 那记得投资理财的时候不要太贪心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这一周呢 健康运是比较低迷的 周三开始一直到星期前呢 财运都是属于比较低迷的状态哦 容易有吃坏肚子的情况 要特别注意泌尿系统还有复刻 如果任何不舒服的话 尽快去看医生哦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呢 交通运是比较不好的哦 开车骑车的时候要集中精神 看清楚交通好事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这一整周几乎呢 都是好桃花容易来临的日子哦 只有周三和周四这两天 桃花运是比较差一点的 烂桃花比较多哦 其他几千大概都还蛮容易认识好对象 在以前还有婚姻相处上呢 这一周呢 大家和另外一半之间互动都是平稳开心的 就周二这一天比较容易为了金钱上的事情 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可以说是相当极端的一周哦 周一周二周五周六周日这几天呢 工作运都还蛮不错的 那你工作表现是相当的积极的 而且相当的有憧憬哦 主管对你也是相当肯定的 但周三周四这两天呢 是比较辛苦的两天哦 容易遇到难搞的客户 还有同事也比较有可能会扯你的后退哦 在金钱好参运的部分上 在接下来这周呢 财运是中等的哦 算是不好不坏的一周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周二周三周四这三天 健康运是比较差的 那比较容易会有运动伤害 所以运动之前呢 暖身运动要记得坐好坐满哦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周三还有周四这两天呢 交通运是比较低迷一点的哦 那有一些处女座的朋友们呢 是挨车会有一些小状况哦 在桃花运的部分上 周一周二这两天 桃花运是比较差一点的哦 比较容易遇到烂桃花 还有不良对象 从星期三开始呢 桃花运会一路上扬 比较容易遇到好对象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上 这一度也是相对比较极端的一周哦 周一到周四这几天呢 相处是相当的恩爱 相当的甜蜜开心 床上运动也还蛮愉快的几天 但是在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呢 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小误会哦 小争吵又会比较多一点 在沟通的时候要记得温和冷静一点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带 双宇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双宇座的朋友们在这周 头脑是相当的清楚哦 处事相当的有效率 可以说是把工作做的又快又好的一周 但是这一周还是要小心哦 有一些小人会做一些挑玻璃间的事 带给你一些麻烦哦 在今天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二是财运比较不好的 比较容易会有财务遗失 或者是损毁的一天哦 那星期一还有星期天呢 是这一周当中 财运最好的两天 身体健康方面呢 在这一周当中呢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呢 健康运势是比较不好的 容易有一些小状况 好像是被烫到 或是被电到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所以你在使用一些火炉啊 瓦斯炉啊 或者电器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哦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周三和周四这两天呢 是双宇座的朋友们呢 交通运比较不好的两天 在这两天呢 开车骑车过马路的时候 都要小心其他不守规则的用路人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其实是好 桃花蛮多 没什么烂桃花的一周哦 那在周三和周四这两天 桃花运最旺最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上呢 在这一周里面 你和另外一半都很积极地展现出 对对方的爱哦 而且就是充满了幸福 还有快乐的一周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带巨蟹座的朋友们哦 在这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周一周六周日这三千呢 巨蟹座的你表现是相当好的哦 很受到主管的一个肯定 但是呢 周二还有周五这两天呢 问题和状况是比较多一点的哦 在工作上也是比较繁忙 比较辛苦的两天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这一整周其实基本上财运都还不错 特别是周一周二周五周六周日 这几天财运都相当的良好哦 有开店的话声音是很形容的 但是在周三还有周四这两天财运比较差一点啦 也比较容易遇到一些诈骗的情况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周二周三还有周四这三天呢 健康运是比较低迷一点的 比较容易有睡眠不足的情况发生 也比较容易会有运动伤害的情形 交通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呢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 交通运是比较不好的哦 精神不好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开车起车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呢 整周桃花运都还不错哦 那容易认识好对象 也有一些倔作的朋友们 是有机会发展异国恋情的哦 在爱情和婚姻相处上 这一周里面呢 感情相处是越来越甜蜜 爱情运是一路上扬的一周哦 周一周二这两天 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小争吵或小口角啦 周六和周日呢 是感情相处上 相当甜蜜幸福的两天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带 狮子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周一到周四这几天 狮子座的你会比较辛苦哦 客户比较难搞一点 工作量也比较大 是比较疲劳的两天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 工作运是相当良好的 工作上呢 是还蛮顺利的 如果狮子座的 你是从事这个销售 或业务工作的话 这几天业绩也是一飞充天的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周三还有周四这两天呢 是财运最好的两天哦 周五周六周日 这三天比较容易会有财务遗失 或是被诈骗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这一周可以说是 健康运相当低迷的一周哦 周一周二周五周六周日 这几天健康运都不太好 那比较容易会有跌倒撞伤的情况 泥尿系统还有妇科是比较差的 身体如果有不舒服的话 尽快去看医生哦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这一周只有星期二呢 是交通运比较不好的一天哦 那比较容易看错交通好置啦 开车骑车的时候要专注一点 套婚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呢 套婚运其实是相当旺的哦 透过交友软体 或参加网路社群 都还蛮容易认识好对象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上 这一周是相当恩爱 相当火热 还蛮甜蜜的一周 但是在周二和周三这两天 偶尔会有小吵架的情况哦 这两天也不太适合谈到跟工作有关系的话题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在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金牛座的朋友们的这一周呢 同老师很好的工作能力也很强 加上又有惠人相助哦 所以整体的工作表现是还蛮不错的 其实在星期三好 星期四这两天呢 你会发现老板的想法一直变 让你很难捉摸 也是比较头痛的两天 金钱好财运的部分上 周一和周二是这一周当中 财运最好的两天 有开店的话 生意是还蛮生龙的哦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呢 是比较容易破财 财务比较容易遗失的几天 要记得好好保管你的贵宗财务哦 在身体健康方面 周三好周四这两天呢 是属于健康运比较不是那么好的 两天容易有一些小状况哦 像是喉咙痛啊 撞到头啊 或是跌倒的情况 比较容易发生 要小心哦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在这一周里面要小心的是 周一还有周二这两天哦 这两天交通运是比较差一点的 过马路 骑车开车的时候 都要提高警觉 小心走路来车哦 逃婚运的部分上 周一到周四这几天 逃婚运都还蛮旺的哦 但是对象可以说是好坏的餐板 记得多看多比较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上 这一周可以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互动呢 其实是比较少一点的哦 记得找一些有趣的影片 或是话题 和另外一半分享哦 对于维持感情的热度呢 会有正面的帮助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带 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周三和周四这两天 工作是还蛮顺利 工作运很好的两天哦 有个人相助的你呢 工作上呢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哦 但是在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 工作运是比较差的 有一些双子座的朋友们 会遇到的是你的上司 很爱挑你的毛病 找你的麻烦 带给你不小的压力哦 在今天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周一周二这两天 是比较容易有花钱失控的情况 记得精打细算一些哦 周三还有周四这两天呢 是这一周财运最好的两天 有开店做生意的话 生意是还蛮兴隆的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这一周其实是身体健康的 运势上比较不好的一周 周一周二周五周六周日 都是健康比较低迷的几天哦 在这周当中呢 比较容易会有小受伤的情况哦 烫伤或是撞伤 也比较容易发生 要小心哦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周三还有周四这两天呢 交通运是比较不好的啦 也比较容易会有违规的情况哦 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在桃花运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周里面就有 星期天桃花运是最好的哦 比较容易认识好对象 周一到周六呢 桃花人员都比较淡薄一点 好处是也不会认识什么烂桃花啦 在前后婚姻相处上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属于相当恩爱 甜蜜激情满满的一周 包括在床上也是 但是双子座的你在这一周当中 个性是比较急一点 有时候会带给对方比较大的压力哦 记得不要一直催促你的另外一半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在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可以说是先高后低的一周哦 周一和周二工作运是相当良好的 表现很棒的你呢 其实还蛮受到客户还有同事的信任哦 但是周五周六还有周日这三天 你和某一些同事之间会有立场 还有想法不同的地方 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辩论啊 或是一些口角冲突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是财运还蛮良好 懂得开源节流的一周 周三还有周四这两天 投资运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哦 在做任何投资理财决策的时候 要先想清楚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摩羯座你在这一周 其实健康运真的不太好 特别是周一周二周五周六周日 健康运都是相对更加低迷的哦 在这几天里面比较容易会有喉咙痛 或者是肚子痛拉肚子的情况发生 身体不适的话要尽快去看医生哦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这一周要特别小心的是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 开车骑车的时候 要记得当心左右来车哦 套花园的部分上 在这一周里面呢 你的好朋友 你的闺蜜 或是你的兄弟姐妹呢 有可能会帮你介绍好对象哦 所以如果呢 有亲朋好友帮你介绍对象的话 一定要去认识一下 在周三还有周四这两天 要特别小心 比较容易出现不怀好意的烂桃花 在前还有婚姻相处上的另外一半 其实还蛮认真经营 和你的这一段感情哦 你会深深的感受到 对方很爱你 可以说是备受宠爱的一周 表底的热情回忆你的另外一半哦 最后呢 是上升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们哦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射手座的朋友们在这周呢 面对的客户可以说是好坏参半的啦 那基本上业绩是还不错的 和同事在交办交接业务的时候 要记得确认一些小细节哦 另外就是在周三还有周四这两天 是属于压力比较大 状况比较多的两天 会比较辛苦一点 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周一周二这两天 不太适合借钱给别人容易有去无回哦 那在周三还有周四这两天呢 财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如果自己有开店做生意的话 是生意还蛮兴隆的两天 在身体健康方面 这一周其实健康运不太好 特别是从周三开始一路到周日 可以说是健康运持续下滑的几天哦 这几天要特别小心的是胃痛啊 消化不良 还有运动伤害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周三还有周四这两天 交通运比较不好 如果你开车骑车经过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 要特别小心安全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在这一周呢 桃花运其实是相当棒的 周一呢 是桃花运最好的一天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那周二呢 是这周当中呢 比较容易认识烂桃花的日子哦 要小心过滤掉不良对象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 像周一周二这两天呢 爱情相当的好 相处是相当融洽甜蜜的 也很适合约会的两天哦 那周五周六 周日这几天 另外一半比较容易闹脾气或是臭脸 特别需要你的陪伴 还有安抚哦 今天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天蜜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